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漂亮的 独立的都市丽人 我现在给爸妈买了一套房子 在老家那边 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 我得给他们做法 我得照顾弟弟 我得边读书 边去干活 面对女嘉宾连珠炮事的提问 男嘉宾该如何招架 有情况吗 你买车吗 你们自己现在在重庆有个房 究竟是什么 让女嘉宾说出这样的话 走进去的那一刻吧 我其实是崩溃的 又是什么让女嘉宾潸然泪下 听听有命吧 女嘉宾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愿 男嘉宾又能否帮他实现呢 都是女嘉宾的心愿 我所现在有些时间能尽量满足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游喜之 我要的幸福谁能给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靠中许 为爱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喜 我是一男 本栏目是由爱蒂尔珠宝特约播出 那今天呢 来到我们凡人游喜当中的 这位女嘉宾呢 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因为拥有这样容貌的她呢 对生活对自己 对未来对自己的婚姻 都是有着高要求的一个人 对另一半的要求呢 可谓说是必须要达到面面俱到 那我们的女嘉宾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要求呢 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秦晓威 今年24岁 我在观音桥工作 本期交友女嘉宾秦晓威 24岁 身高1米60 职业化妆品销售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现在的工作呢 是化妆品销售 平时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平时就没事出去逛逛街 然后也是喜欢买买东西 我现在呢 每个月的工资 大概是4000多块钱 然后自己偶尔做一下兼职 平时呢 开销不大 就是可能因为家庭原因 然后要给家里面 一些积一些钱 所以说我平时比较 请减职家吧 我现在给爸妈买了一套房子 在老家那边 然后每个月自己也在还一些贷款 所以没有特别的钱 可以拿出去买东西 然后我就是想 以后就希望 找的男朋友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然后我可以不用 有那么多大的压力 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是挺小女人的 还是希望就是说 未来的那个她能够照顾我一下 就是无论在经济啊 生活方面都能够为我 就是说撑起一片天 在我看来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单凭喜欢是不够的 以后吗 还要生活在一起 更多的是两个家庭和未来 就有句俗话叫做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之所以会要她经济比较独立 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不管是什么事啊 都可能要坚立在 我们的经济基础上 我对男生的择偶要求 我希望他的年龄 在一定要比我大 在24到30岁之间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他一定要成熟稳重 就是有责任心 然后最好是要有自己的房子 有车子呢 肯定是更好的 还有我就希望 他对自己的理财这方面的 肯定要有自己的规划 毕竟就是说男生嘛 毕竟要有一点存款 女嘉宾的择偶条件 一 年龄在24到30岁之间 二 成熟稳重 有责任心 三 对自己温柔体贴 四 希望对方有房子 最好是有车 五 等得理财 有一定积蓄 我觉得小微是一个 就是说话的感觉和形象 有一点点 从我的内心来讲 有一点点差距的 还好吧 就我性格一直都这样 感觉有一点点的就是 很男孩子气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自己平时什么事都自己打理 所以我性格就一直会比较独立 比较强势这种 那从你的参加到我们节目之后 从你的个人介绍 我们也了解到 你对另一半的要求非常高 找对象这些都是基本要求吧 基本要求吧 基本要求吧 那么小微 我还是在你和男嘉宾见面之前 简单地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位嘉宾的情况 首先呢 因为他家呢 主要是做就是关于像楼层酒店这种工作 我不知道你会不了解 就是什么日租房月租房啊 大概他们这边规模 大概有多大呢 我了解到的应该是有 大概就是所有房间加起来的话 几十间 几十间啊 应该是挺不错的 因为几十间的话 那收入应该是挺可观的 他家就是说 车子啊 房子这些应该都有吧 车对每家每户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如果我觉得小微 你如果想更多的了解呢 才会有我们今天 接下来的这个见面 那我见面之前 我能不能提一个要求 可以啊 就是你们到时候 就先不跟着我 我想先去了解一下 就看一下他们这个 大概是怎么样的 然后去看一下他这个人 我觉得你的个性 就像最开始 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感觉是一样的 真的是很独立的一个人 好 那接下来呢 小微将单独去探寻一下 我们男嘉宾 现在的一个个人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子 希望你不被揭穿啊 但愿吧 加油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的女嘉宾呢 是一个非常独立 能干的女孩子 不过我给她算了一笔账 以她目前的收入状况呢 她补贴娘家的那些费用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钱来建立自己未来的小家了 因此呢 她对另一半的物质呢 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差不多 对于她来讲的话 可能加入这个家庭 只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身份而已 毕竟自己赚的钱 都是拿去补贴娘家了 说实话 这样的身份 我其实觉得是有一点尴尬的 但是呢 女孩子 现在的女孩子 除了相信我们都知道 她们会很强调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 听上去呢 似乎也是无可厚非 所以如果今天的男嘉宾 他能够理解你对物质的需求的话 也许你们两个能够成就一段姻缘呢 如果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女嘉宾 不要穿皮衣 因为你是那种浓眉大眼的长相 脸圆圆圆的 其实跟我这种类型是同款 你知道吗 穿皮衣会显得你的气质 非常的女汉服 女嘉宾 你到时候可千万别露馅啊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男嘉宾吧 大家好 我叫高峰 今年29岁 现在居住在沙平吧 本期交友男嘉宾 高峰29岁 身高1米67 职业经营酒店式公寓 月收入6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现在我的工作啊 都是家里面开那个酒店式公寓 房子大概有四五十套 现在买的房子 两次一天 是我一个人安排的 平常啊 工资啊 都是马拉路哥 的路线馆左右 我的性格啊 就是说 还是比较开朗的 因为圈儿比较少 说话 有时少有点害羞的那种 接触 女性朋友 相当的少 基本上是没得 我这情感情的啊 是还是有点久了 三十年前 分手啊 大概是这个情况 经常方看收集啊 那些啊 确实有点受不了 买点饮食啊 所以说 后头都都决定就分了 分了啊 就是说 走出来我还是 还是有点慢 三十年 现在的走出来 我的最要求呢 是第一点啊 我希望女方 21到29 之间嘛 第二点啊 我希望 因为我人比较瘦 我希望 其中啊 差不多 90到一倍嘛 之间 第三点呢 我希望 女方性格 比较开朗一点 脾气好一点的 还有足力 有足力的 最重要的一点 都是一定要孝顺 孝顺 男嘉宾的 择偶条件 一 年龄在 21到29岁之间 二 体重在 90到100斤之间 三 性格开朗 脾气好 四 独立 并且要有主见 五 一定要孝顺 女嘉宾拨通了 男嘉宾的电话 准备让男嘉宾 下来接自己看房子 她会成功吗 好 我您在这里的 现在 哎 你直接到嘛 我在12的 你直接进来就可以了 当时我接了很多 顾客也来看房 我又接到一个顾客的电话 他说来拿点 然后我们去接 我那都确实 抽不开心 所以我也没接 我也没想到 后面才知道 那是女嘉宾 男嘉宾正在和其他 来看房的客人 谈事情的时候 女嘉宾早已进入了房间 自己看了起来 等送走了刚才的两位客人 我们的男嘉宾 这才注意起一旁的女嘉宾 因为他这个房子是单仅配上最大的房子 只有最大的 单配最大的 你再大点都是一十一天了 你小的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也是人人弄出来的 他房子的还小一点 还有其他房子吗 这回朋友买多 是个基本上买房子的 都没有了 我们男嘉宾介绍起 自家的日租房时 一点也不含糊 看来完全没发现 刚刚那是女嘉宾啊 而我们的女嘉宾 会对她满意吗 怎么样 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合不合你的演员 就是感觉不像二十九岁 不像二十九岁 那像多少岁 就像二十四五吧 而且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你在说 跟他父母一起管你嘛 我觉得起码就是应该 就是说平时穿着打扮啊 就是就是起码有一个 就是说自己做家里生意 这种的形象嘛 就是我看他就 反正就觉得 就二十四五 就是也跟 就在上学啊那种 看了一下他工作的环境呢 感觉怎么样 一般吧 就是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 装修啊 这些我刚刚也看一下 他们那装修就是 感觉比较随意 然后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 比较像那种连锁的 或者比较大的这种 可能啊 男嘉宾的这种 类型的酒店 对于你来说 和你想象当中 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可以 先和他进行了解之后 再来下判断 先和他见一面 好不好 先见一面吧 先见一面吧 经过了女嘉宾的同意 我们的特派员 赶紧通知男嘉宾 下来与女嘉宾见面 即将正式见面的二人 会展开一次 怎样的相亲呢 我觉得你走过来 比女嘉宾还害羞 人家女嘉宾走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眼熟 刚刚来看完那个微的吧 不是刚刚看完那个微的吧 来握一下手啊 主动握一下手 好 来来来 站到一起 高峰 这是小微 刚才呢 他上来 有没有会让你觉得意外 完全是个意外 真没想到 完全没想到 我有年事来看完 这样子的 以为这个生意上门了 真的以为是 你看我都想 我都怕生意跑落了 我还拿着上边去看房子 有点害羞 有点害羞 别脸红了 我们男嘉宾脸都红了 好 好 女嘉宾请你吃个饭吧 来 好吗 好吗 当看到女嘉宾以后 还是觉得女嘉宾还是漂亮 就是说尽量的多了解一下 郑嘉宾 郑嘉宾 你准备带女王去吃哪儿呢 请在这儿吧 我都有点吃辣的吃到 请在这儿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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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怎么只顾着 一个劲地往前走 你倒是照顾一下 后面的女嘉宾啊 接下来的这顿饭 会让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说真的看到男嘉宾的第一眼 我觉得今天的相亲 可能会诸多的波折 果然 后来女嘉宾就会跟我们的编导说 男嘉宾跟我想象中的 完全不一样呢 也包括我们女嘉宾之前 其实第一句话提到的 就是他们家酒店规模有多大 有没有冲有没有房 半点都没有问男嘉宾这个人 今年的年龄啊 他的兴趣爱好啊 他的身高体重什么都没有问 但是呢 可能男嘉宾不管是长相也好 还是那个酒店的规模 整个的感觉也好 女嘉宾可能想象中的 确实不一样 因为在我感受到的 女嘉宾也许想象的是一个 偶像剧里面的酒店经理那样的形象 男嘉宾可能距离他心目当中的那一位 真的是有不小的差 你就是我听他们跟我讲啊 说你现在就是说 就是说是跟你爸妈一起做这个 就一个月给你给的是六千块钱是吗 六千六千左右 你毕业多少年了 我04年毕业 04年毕业那十多年了 有没有 就是说你们自己现在在重庆有没有房啊 有啊 自己买的有啊 买的有啊 就是全款买的吗 不 我 是你买的吗 还是你爸妈买的 我买的啊 自己安接的嘛 买车的吗 因为我们的工作买车意义不大 买了车都是停在那里 不会拍 因为我们就住在附近 有存款吗 存款是什么买房子去啊 你如果就是说像你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单身啊 你就已经就是说没有存款了 你就已经是所有的开交都还贷以后 那你如果你以后结婚以后怎么办啊 What 女嘉宾说的那些我都晓得 现在嘛都是比较现实一点的 买点车款的 我觉得 他考虑比较全面一点 所以都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都是灵活性的 我觉得你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啊 很直接 也很尖锐 但是也很真实 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快进入到关于经济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六千块钱的收入并不低 但是好像对于小薇来说啊 对这个事情还是你们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意见 就是说他出来接近十多年了 就是没有存款 然后六千块钱他基本上就除了还贷以外 就是说像他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状况他已经没有余钱了以后 那如果以后结婚谈恋爱 包括以后生小孩这些 你养家以后怎么办 还可以再赚啊 他那么年轻 好 回答他为什么没有存钱 你想啊 买房子是不是要钱 付首付嘛 对不对 首付的付二十一万 付了我哪里有钱呢 对对对 是不是啊 现在按揭嘛 是不是吧 小薇不要想太多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我觉得经济很重要 在生活当中呢 它占据了一个我们生活的基础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 就是说太纠结于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两个都还年轻 都可以去赚钱 你也很能干 他也很能干 两个人都很独立 我相信凭你们两个人 以后的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 所以先暂时放下这个问题 咱们先动筷子 都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这个话 好不好 怎么样 两人的聊天当中 似乎已经爆发了不少的矛盾 但是在特派员的选说下 两人也都冷静了下来 接下来的相亲 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吃饭聊天的这一段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好紧张 因为女嘉宾 每一句话都只鸡要害 我相信可能 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这个妹子 真的是太物质了 你纯粹是又是奔着前而去的 你根本就不关心 你未来的另一半 跟你在生活情绪方面呢 或者是说一些 内涵方面的东西 能不能够契合 你甚至都没有问过 男嘉宾你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的父母的情况是怎么样 而是直奔了所有的话题 全部是跟money有关的 吃过饭的男嘉宾 邀请我们女嘉宾去家里坐坐 女嘉宾也礼貌地接受了 接下来二人之间 还会有什么发展呢 现在都是说 邀请女嘉宾在家里接 跟父母他们聊一会儿了 准备父母的一些意见那些 走进去的那一刻吧 我其实是崩溃的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一条巷子走进去吧 就是那种老房子 有点霉霉的那种 又发霉的那种味道 那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其实影响蛮大的 不是很满意 不是很喜欢 我玩不一耳朵 这是我自己喜欢的 见到我的平常玩来的见到 来的见到都是我自己的房秀 看着我边 这些东西都是被我集成的 与他们过年会计了 就集成这儿 吃吧 里面 里面 里面的风面都是一个大马水 就是凉防灯被淘的 好 凉防灯被淘 因为在边风嘛 看上去也晒得到 所以它就方便一点 所以就凉到外面 就是干一些 所以我们这种的影响比较 方便 把这大马上 常常被淘一些 比较方便 这房子撇一下 就是方便 遇到那边的话 主持人放在冰箱 但是那边放 早大两两四天 它如果房间没得多 它不会自然干了一些 然后包括 还有什么乱七糟八的墙纸 堆的东西 就是很窄的地方 包括他们睡的地方 都是堆满了东西的 看你爸妈现在呢 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完全忙 等一会儿回来 大四分钟左右 看他忙起来忙后 其实看得出来 这个男孩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说蛮热心的 就是说 会去想这些东西 还是挺不错的 就转了一圈 来到他家里 看了一下男嘉宾 现在这个环境 有什么感想 就是跟我想象中的 会有点差距 会比较远 就是我会想过 就是他们生活 就是说工作 环境会比较差 但是我没想过 就会是在 这样一个环境 你看啊 昨晚我们刚才坐下来 男嘉宾的这种热情 到他妈妈 对于工作这种认真 其实他们一家人 都在非常努力地 工作赚钱 你不能就是说 你长得也不行 你又没钱 你确实 阿姨 宝贝在 来 您来坐 我叫叔叔 来 您来坐 我叫叔叔去了 没事 叔叔去 给他签口 好 来 您坐 这儿我就交给您了 没有 没有 不要你们俩聊一会儿 聊一会儿 来 聊一会儿 机会难得 坐下 坐下 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 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 性质比较直 他一个月 你把也是给他多少了 一个月现在 给个一千多两千块 反正房子给他还贷款 反正他现在没有安家嘛 安家了过后 就可以不要他还贷款 当女嘉宾跟我妈 还是在讲那些经济 那些事情的时候 今天感觉还是很不舒服 太直接了一点 还有是太固扎一点 我是想问到你 你的这种选择 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包括他未来的规划呀 收入啊 看得那么重要 现在的住房看得那么重要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觉得你的 其实你的工作和收入 也都没有多大问题啊 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啊 就是可能我父亲是那种比较老古董吧 可能说老古董 然后我就从小就是我弟弟会比较受宠啊 很多时候就独立不是你 就是说简简单单就来了 而是生活逼得你 高中高中毕业我是有考上大学的 就是那时候就其实很想上大学 那时候因为我弟弟刚上初中要升高中嘛 然后考得不是很好 然后要交一架 然后我我那边学费就可能父母会觉得压力会有点大 一年要给一两万嘛 然后加生活费这些的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一下 我还是没有去上学 就从小就说我得我得给他们做饭 我得照顾弟弟 我得边读书边去干活 然后我得就是说自己一个人玩这些事情 那你生病了谁照顾你 你也肯定 我相信你一个女孩子也有遇到过 就是身上经济很困难的时候 像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挺过来呗 就是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 没什么过不去的 就是生病了就 跑过去呗 反正没什么过不去吧 我觉得自己就是说 我已经习惯自己能照顾自己了 哪怕就是说你生病了 我大不了自己躺那天 我总天天有病吧 情节就经历啊 情节还是还是有点心痛烈心 稍微对她的那种感官 改变了很多 因为毕竟不容易 虽然反而这种姑娘挺好的 我儿子是从小没有爸爸的 what 端炼自己就当自己 独立嘛 那个爸妈 我就是游客了两年会 就看他有三年会 我等着 这很贵酒 妈妈是永远心里面最牵挂儿子的 其实为什么问大家这么多问题呢 是想大家在了解彼此之后呢 更加理解对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也来高峰家 看了看了 我们下来就再单独的 让两个年轻人再相处一下 因为见面确实太难得了 好吧 我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失控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妈妈就是跟我讲了 就是其实男嘉宾在她小时候 就是也不是在妈妈壁丸里长大的啊 有一点点感同身受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能清楚地明白就是 她自己一个人守在家里 就是没有人陪着她 没有人照顾她的感受 挺心疼她的 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小心愿就是 因为没上大学嘛 然后也没有在学校园里谈过恋爱 然后可能会比较羡慕吧 都是女嘉宾的那些心愿 我都说现在有些人时间能尽量满足 我都说带她来 大学里面走一走 好 这小小人都今天满足她的心愿 走吧 这个旅很近啊 走过去啊 哦 重大啊 那是挺近的 这是难得看到我们的嘉宾 没有坐在咖啡馆里聊天 而是坐在这么富有 生活气息的院子里面 吃水果客瓜子儿 气氛真的是非常的融洽 而且女嘉宾跟男嘉宾的母亲 在聊到过去的时候 两个人都很动情 可是说真的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并没有感到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这样看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女嘉宾今天所受的 所有的苦 你会觉得女孩子这样 真的是很不容易 弟弟的成绩不好 要去读溢价 但是导致了你被剥夺了 教育的权利 那么既然是如此 你独立在这个社会上 你为自己挣得了工资 挣得了一定的经济的自由程度 你是不是应该 重新去武装你自己 但是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是把你自己辛苦 挣了一点血汗钱 又去补贴娘家 补贴你明显就 更加重男轻女的父母 你是让他们获得一个美好的生活 而且你心里明明知道 弟弟更受宠 说真的像你这样的观点 非常的传统 要去补贴娘家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又非常的现代 你觉得女生应该是 我要去 有更好的物质条件 我不要那么辛苦 我需要一个人来拯救我 说真的 在我听到你讲那些事情的时候 我一方面觉得 你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觉得 你真的就是一个 现实版的范顺美 小鱼呢 感觉有本 挺好的 更为很年轻 多来走一走 感受的气氛 就比较好的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在学校 开一道写真 今天运输照都没法 帮你这个时间了 比如说你在旁边 我帮你一篇照片的写一生 没有问题 行啊 那你得找个位置吧 我给你拍一下 我坐在这儿吧 好 人生 我给你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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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拍一下 你把我拍一下 你把我拍一下 那个孩子还在 你拍一下 你拿个相机来拍 你拿着拍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你好看 照片现在也照了 像我就是最后一个心愿了 就是 骑自行车啊 我刚刚就说了呀 女嘉宾非常想在校园骑自行车 我们的男嘉宾 为了实现女嘉宾的愿望 会想出怎样的办法呢 因为之前说到我想骑自行车嘛 然后为了就是为了满足我这一点小小的愿望 还是挺触动我的 男嘉宾骑着跟朋友借的自行车出现了 看来为了我们的女嘉宾也是煞费苦心啊 女嘉宾一定会很开心吧 来 试一下 我很多年没有骑了 没事 我后面给你扶到一点 这是 是不是有太高了 这高 这个 没办法调 我就给你扶着 就给你扶着 给你扶着一点 给你扶着一点 嗯 给你脚从这边 我跳起来吗 可以 上车 按下车 gh 扶着 看 看 赫 工作室 哪里在工作室 我老耐 不急了 是因为在 两人在傍晚骑着自行车 感受着校园的气氛 而我们一整天的相亲 也即将结束 两人最终能否走到一起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两个人有相似的童年和过去 对未来都是非常努力的人 那么今天到最后 选择一种如何表态的方式 你们自己心中要有一个答案 那最后表白的时间 我要交给你们 好 既然男嘉宾如此的主动 我们就将话筒交给你 时间交给你 我还比较害羞的那种认识 所以我只能说 就是说一天的时间 我们年纪比较大 就是说想多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以后呢 能不能在一起 就是我们思想来多多了解 才知道彼此合不合适 就是跟你妈妈聊天的时候 就是有听她说就是 你现在就是 她现在是给你每个月 是一两千块钱 就是零花钱这样的嘛 但是你当时是告诉我们 这边一个月是六千块钱 这种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你们这边是怎么说的 因为那些是固定 打到我的那个贷款卡上的 所以说给我的零花钱 都是根据情况 就是说有十年 过去买衣服还几下这些 都要多给一点 平常说确实说 生意差一点的事 就稍微少给一点 因为我也很少出去聚会的 所以耍了一些 所以说我用的钱 都用的相当的少 都是平常买零食 买饮料 两个人的问题和表白 都已经说完 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刻 今天我们做出决定的地点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踢球的时候点球位 两个人如果愿意在一起的话 一分钟之后回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点球位 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各自离去 爱情向左走 向右走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呢 也让我们放松一下 拿出您的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摇一摇 进入到互动电视 等待识别 一二三 让我们摇起来 好的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听起来呢 听起来是 今天啊 听起来还是有点心痛的一些 为了就是为了满足我这一点 小小的愿望 还是挺触动我的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胜不多也不少 现在没有成功 并不得以后也不能成功 慢慢来 多了解 相信以后会好一点 其实说白了 他一切还是在靠着他父母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找到一位就是说 无论是性格还是经济上面 各方面都能独立的男人 节目的最后 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尽管我们的男嘉宾也是 出尽了百宝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挺可爱的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正正常常的一个男孩子 可能家庭条件呢 并没有 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好 是开着一个酒店公寓 有几十间房间 可是这样的家庭呢 就是那种精打细算 情发苦作的家庭 如果我们的女嘉宾 也是足够的务实 不是看到眼前的利益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跟这样的勤劳的一家人 大家一起来经营一个事业 日子肯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不过我们的女嘉宾 是等不及了 她需要一次性就能搞定 以后后半生的生活 真的是有点着急 对于女嘉宾 我想我的忠告会更多一些 你就像是一个在海中 一直游泳到不了岸的人 你希望有一艘船 你希望有一艘船能来接你 可是呢 那艘船可能会嫌弃你 没有买船票 因为任何一个接盘侠 他都会看到你 你的出身 你背后的那坨巨大的阴影 来自你娘家的拖累 如果说你的独立 你的勇敢 全部都没有用在你自己身上 而是用在了 如何拯救你的娘家 这个问题上的话 你看上去一点都不体面 甚至我可以说 你是一个反面教材 你让我看到了 中国的女性在今天 仍然是那个样子 仍然是那种传统的 为了娘家 为了自己的弟弟 会去牺牲的一个形象 这真的是太糟糕了 我希望你在 希望找到那个接盘侠的时候 能够适当地切断 或者是说少付出一点 对你的娘家的那一坨 不然的话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完全地接受你 以及你背后的巨大的阴影 男嘉宾确实是 也许不算是一艘好船 但是它肯定是一块靠谱的山板 现在山板来了 你不上去 你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结果 但是希望在此之前 你能够让自己真正的独立强大 而且用在你自己身上 两个人各自转身离去 都没有选择 对方留下来 可能真的就是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于未来的选择不一样 爱情不能够勉强 另一半也不能够勉强 但是凡人游戏 总有一款适合你 如果觉得我们这两位嘉宾不错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6861 5868和他们取得联系 凡人游戏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本栏目是由爱蒂尔珠宝特约播出 节目的最后 不要走开非常精彩的真婚秀 等着大家 安静康争取 我爱不放弃 大家好 我是小红娘冰田 1月21号 我们凡人游戏 邀您一起过小年 届时呢 我们将会在植岗大道天保广场的 尹和院休闲会馆 邀请到五对单身男女 用我们一起来吃一顿 由名师煮出的年夜饭 品尝一顿美味 现后一段良缘 与凡人游戏一起来度过一个特别的新年吧 并且此次活动呢 还是全程免费的 如果有感兴趣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可以添加屏幕下方的小红娘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的活动细节 相约尹和院浪漫过小年 1月21号 我们等你来哟 大家好 我叫李宇童 我今年23岁 然后刚毕业 在做 现在在做行政前台 我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然后学过两年的素描 然后也比较喜欢健身运动 我其实是 关于另一半 我希望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都比较宠我 然后对我都非常好 所以只要一有人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会极度缺乏安全感 所以我现在也一直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住 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 有过一个两年的恋情 他是大我两届的学长 后来他毕业工作了 然后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半年以后他劈腿了 可能是我自己性格也有一方面的原因吧 后来也有陆陆续续 断断续续谈过几个男朋友 但是时间都不长 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需要安全感 所以就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始 并且维持一段长久的恋情 所以关于爱情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给我足够安全感的另一半 我理想中的爱情是像韩剧里面那样的 然后男主角非常体贴 很包容女生 然后高大帅气 两个人在一起很单纯 很纯粹很快乐 所以我心目中的理想型应该是韩剧里面的那种男主角 他可以包容我 保护我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首先我希望他身高至少要在一米七五以上 然后月薪的话要在五千以上就可以 最好是在重庆本地发展 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联系 还有就是我希望他的性格是比较温和 比较温柔 然后善解人意 很体贴的那种男朋友 不要有什么脾气的 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 男生的就是他太爱赌钱了 爱赌这一点我受不了 还有就是脾气太过于急躁暴躁 不喜欢沟通和交流 这一点是我不能忍受的 大家好 我叫股船店 今年34岁 身高一米七三 现在住在沙明马 我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物流公司 在沙明马土著 现在暂时还没有勾放 因为在创业的初期阶段 相信我的另一半 要能够相信我 在应该一年之内吧 我的创业走上正规以后 应该买房子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平时我的位置非常直爽 对朋友一些还是比较 都非常真诚的 然后我的个人爱好 都在闲鱼之间 还是喜欢抗海关系管理 企业管理 一些投资方面之内的 书籍那些 然后就是还有嫌疑自己 喜欢到自己喝点茶那些 挺好应用 我之前在湖北 经营做蔬菜批发生意 有一段感情 有十年一段的感情 然后就是 其实感情都还是比较可以 由于我们自身是重庆 万州人 然后他是父辈的 他们父母觉得有点缘了 最后就是强行 强行的因为一些某些原因 都是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 现在我是感觉我自己 事业有了一定的成交 所以来到那个 饭店游戏这个节目 希望能够在通过这个节目 找到我人生的另一半 我希望我的未来的一半呢 是年龄呢 大概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 性格上还比较活泼 开朗一点的 能够自出大力 准备一毛点的人 我希望呢 他们的不要有那些 满口脏话呀 为人呢 对父母那些要是好一点 对一个家庭呢 要比较负责一点的 工作方面呢 都如果说愿意做点工作呀 但是时间耗舍 也对主要还是为了一个家庭嘛 为了一个家庭的 为了的希望嘛 一起奋斗嘛 大家好 我叫你 是今年三十岁 从事的是销售工作 身高的话是一米六三 我母亲的状况 我是年轻的 一三年来的 但是现在我二次跟着对方的 就是说我现在是在菜家那边 买了一套安洁的房 下个月都结房 最近的嘛 反正通过就是说 就是不断地就是说 提升自己嘛 已经从上一段的分音走出来了 现在我想通过这个平台 找到就是说 适合的另一半嘛 我的性格啊 平时都不急 是比较那种温柔的那种 就是说平时的爱好啊 都是周末嘛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去看看电影啊 或者说约起朋友啊 去拍二三啊 去教外 就是说旅游这些 我的情感经历都是 我二十一岁 然后都结婚了 结婚比较早 由于对方 以前是我同学嘛 那个时候看起比较单纯 然后都跟他在一起了 然后都有了小婉 然后都一直在一起 由于对方啊 就是经常读博 然后读几天几夜那种 都不回家 然后电话也关机 然后就导致了那边 现在就是小婉 是跟到南方的 我是一个月可以 有探视权 一个月可以砍一两次 由于我工作比较忙嘛 反正每个月还是 至少都砍了两次的 我想找一个 就是年龄 或者是比我相当的 或者找一个比我大 几岁的都可以 找一个工作稍微稳定一点嘛 身高的话在一米七以上 最主要的都是 对方就是说性格嘛 比较开朗一点 因为我是比较性格嘛 是比较稳定的那种 我希望对方就是带动我 然后最主要的都是 希望对方不要赌博 然后我上转的分 因为都是因为赌博才那分的 所以说我比较讨读柏林 欢迎迎订阅我们等你 她是个极其黏人的姑娘 作为男朋友的话 就一定要接我电话 回我信息啊 她外形帅气 对工作一丝不苟 想我没时间陪她 然后就分手了 当年人美女遇上了工作狂魔 她们将怎样来调和这样的关系呢 女嘉宾到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让男生如此为难 其实我真的不太愿意去 一秒前两人还是你浓我浓 为何一秒后 男生拒绝得如此坚决 必须先找 必须先找 男嘉宾到底去了哪里呢 要不你打电话问一下 把电话给我 我打一下吧 要不然我们去找她吧 她的恐怖追击 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效果 想一想吧 想一想再说吧 而观察员口中的转机 又会是什么呢 转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那个是情报标的 凡人有喜之 年人姑娘的波折相亲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迎订阅 我们等你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笑 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 你说的确实乐园 要用心去游乐 这种说法多 拜拜